日本关东地区最具人气的观光圣地 快跟着最旅速走访乡跟温泉乡 在大涌谷欣赏动人心魄的火山奇景 搭乘海贼船航行在卢之湖沿岸 寻找秘境般的水上鸟居 当然更不能错过 延仓大逢和灌篮高手平交道等等的热门打卡景点 影片最后会提供我们这次的行程档案给大家下载 记得一定要看到最后哦 嗨大家好我是三边 我们这次呢就是预计要拍摄东京近郊三天两夜的新超级行程攻略 行程攻略也没有到非常超级 但是呢为什么会想要拍这一支 就是因为东京近郊的乡跟还有连昌地区 真的是大家都非常好奇的铁鹅非常要想去的地方吧 这次呢我们就是会用小田急的乡跟连昌三日卷 那一次把这些景点都弯弯还有怎么玩的路线呢都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预计是要从新宿出发前往乡跟再前往连昌 最后是回到成田机场算是比较紧凑充实的 这一次呢是用最近其实已经蛮多人在讨论的旅行APP 就是去去 自己个人啦 就是已经用过非常多类似的行程安排APP 没有一个 甚至是我非常满意觉得非常好用的 因为通常跟朋友大家一起出国啊 这时候要跟朋友共享或者是共同编辑一个行程 真的是非常的麻烦 我用了这个APP呢 我就非常轻松直接按分享 步检就可以直接从头到尾就是可以看到我这一次排的行程 除了里面可以直接地图找景点以外 我要加入景点的时候也是非常方便 就是可以直接加入 最最最好用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从Google地图一键分享景点 加入到你的行程清单里面 那话不多说 我会把这个行程呢 就是放在资讯栏 让大家可以通过APP去下载微调 好那就晚安 明天见 哇睡 睡觉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告诉大家 前往香根连仓的交通票券到底要怎么买呢 我会建议如果要排东京近郊的行程呢 那就是把香根连仓都一次玩完 所以就可以买这个 小田急列车专门就是给外国人的香根连仓周游券 然后它是三日券 直接前往香根 然后一路玩到连仓 最后再回到东京或是机场 那我们刚刚呢就是在小田急的南口 记得哦听好 是南口的服务中心 买到了这个三日券 如果你是在台湾旅行 设先买好这个三日券的QR Code的话 你就是只能到新速的西口去兑换 可是呢因为新速西口其实离这边非常的远 然后离月台也是有稍稍的一段距离 你只要到这边 就可以直接现场购买外国人专属的三日券啦 价格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7250日币一个人 其实不会比KK对K路的贵多少 我觉得大概是台币10块左右的差距而已 等一下呢是要搭买那个浪漫特快的列车 所以另外呢还要一个人再加1200的特级票券 一样呢都可以在这个柜台一次帮你处理完成 那现在这个特级票券呢也可以上网预约 到时候呢是不用进行兑换 直接拿三日券的PASS进站就可以了 那这个的话就是放在身上查票使用 这个三日券啊 香根地区的所有交通工具 包括海贼观光船 连仓的地区的小田集线全部都可以免费搭乘 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就去香根吧 有点吗 使用超方便的香根连仓周游券 即可从新宿搭乘浪漫特快列车 出发前往香根 约两小时的旅程 可以在车内欣赏沿途美景 抵达有近百年历史的温泉旅馆和路庄 放好行李来一趟放松的香根之旅吧 大家如果在选择香根地区的住宿的话 优先可以选择在车站附近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只要一抵达这边 就可以先到饭店寄放行李 这样你要离开香根地区的时候也很方便 那在香根地区呢 因为我们就是这次有买 小天及列车的三日券 就是有这八种 这八种的交通工具呢 我们都可以任意搭乘 我们等一下就是要搭乘香根登山电车 前往强螺地区 就来看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吧 打开APP 我们接下来呢 想要先去找个地方吃午餐 听说是非常有名的老店 就带大家去吃吃看吧 出发 搭乘登山电车 我们就到了位于 强螺地区的人气名店 田村迎圣亭 如果等待的时间太久 可以先到旁边他的便当店稍作休息 也可以试试看这边的炸猪排豆腐便当 跟冰淇淋 一样很好吃喔 好 先来吃吃看他的炸豆腐 跟刚刚有什么不一样 好像没有太大差别吗 有啦 我觉得豆腐因为是 可能是因为是现煮了 所以豆腐的香气是比较够 口感上这边比较好吃 可是口味上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那我来吃看他猪排好了 因为刚刚我们就没有吃到猪排 我觉得他猪排表现相当不错诶 有一点嚼劲跟香气的 口感很扎实的肉排 炸虾大小的 外表看起来是满大 蒜是满大条满粗的 咬下去是有Q弹的口感 我觉得这碗蛮划算的 一次吃到三种炸物 我要吃一大口 它豆腐有一个很香很香的豆味 搭配这个酱以后啊 配饭真的是非常的适合 而且它豆腐不是嫩豆腐那种非常软烂的 它的豆腐是稍微有点Q有点嚼劲的豆腐 以炸物来说因为我自己个人 如果吃炸酥排 我可能吃两块三块我就会觉得腻了 但是这个炸豆腐 我觉得算是吃不腻的炸物的感觉 不知道是有淹过还是怎么样 所以它整个表现是咸香咸香味 好像没有吃过类似的鱼肉的味道跟口感 那这一盘其实我觉得也不算太贵 虽然是卢之湖的特产 我是觉得可以点来试试看 吃完很满足的一餐后 让我们乘坐登山缆车 接着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墙罗公园吧 园内是法式造景的庭园 四季都能欣赏到不同的花卉 那因为这边其实离车站很近 所以我觉得它造景也蛮漂亮 顺路走走也很不错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手工艺馆都还蛮特别的 那它是有分两馆 另外一个它是有一些陶土啊 还有一些玻璃杯可以吹玻璃的体验 但是因为那边的体验啊 都是会需要两周 或者是好几天你才能够拿到你的完成品 那对于观光客来说可能就不是那么方便 但是呢你只要再往旁边一小步 就有这一间砖墙的小房子 它是可以试做那个小玻璃珠的串珠体验 或者是试做小玻璃珠的体验这样 串珠的话就是一般它已经做好的 你可以直接串在一起 像我们体验的话呢 是从头到尾直接开始自己做 属于自己的小玻璃珠 那我们是选择做耳环 做完以后也不会浪费 以后都可以随时拿出来带 所以我觉得算是蛮有趣的体验 大概只需要45分钟左右 中间是要等50分钟的冷却时间 不赶时间等这50分钟也OK 那像我们先回饭店 然后隔天再来拿也可以 好 那我们就回去泡温泉吧 沿着山路我们踏上了回程 河路庄沿着早川清澈的溪流 建构近代建筑 纯日式装潢 房间内就可以用餐跟泡露天温泉 享受宽敞舒适的馆内空间 和川外的潺潺溪流 那么晚餐都准备好了 非常期待今天在房间用的晚餐 那就准备开动了 いただきます 新鲜食材烘煮的料理 美味中蕴含着秋天的意象 可以吃得到饭店料理盏 满满的用心 一整天结束后 泡在户外的露天温泉 享受泉水与大自然的宁静 让人忘却了一切烦恼 吃完丰盛的早餐 我们步行到饭店附近的车站 前往今天的第一个打卡景点 香根神社 这次住的饭店 虽然旁边就有一个 公园街入口的公车站 但是因为刚刚出门的时候 跟饭店柜台人聊了一下 他就是建议我还是走路 大概三到五分钟到车站这边来搭 因为这边到香根神社的车程 大概要四十到五十分钟 所以如果整路都用站 会比较辛苦 大多数人都是会在车站这边上车 所以他就是建议我们过来 这样子从第一站开始搭 就比较会有位置坐 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 一样就是打开去去APP 今天的行程一样就放在这边啦 我们就是要往香根神社地区走 那就出发吧 等公车来就可以上车咯 香根神社坐落在卢之湖的湖畔 在天气晴朗的时候 还可以远望到富士山 神社被茂密的树林包围 四季景色变换迷人 入口处有一座红色的鸟居 延伸通往至神桥 在自然环境的包围中 增添了神秘感 那我们刚刚呢就是排队拍完照啦 可以跟我们一样排一样的行程 就是从早上十点以前 大概都是等十到十五分钟内 就可以等到了 就不会排得太久 然后可以跟我们一样 从底下先搭公车上来 再反方向坐海贼王 不是海贼王 在反方向坐海贼船回去 海贼王中毒 那我们接下来就去搭海贼船吧 那我们现在是在 香跟海贼船的原香跟港 比较多人他们都是从 桃园台港搭过来 那我们这次呢就比较特别 我们是反过来玩 那我们觉得这样的路线 比较推荐是因为 可以避开大部分人潮以外 也可以在十点前 先抵达香跟城社区 走走拍拍照 人也不会这么多 另外在追加买了这个 特别船式卷 就是希望拍更好的风景给大家看 坐在反古海贼船的船舱里 我们仿佛成了一名探险家 远方的鸟居 让这座湖泊更有一股神圣的氛围 天气好的时候 在船上 还可以远眺富士山的山头 船上有提供舒适的座位 和小咖啡馆 享受湖泊之美的同时 还可以轻松的来一杯咖啡 那我们的行程 现在就是走到这边啦 现在就是在桃园台港站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沿着这个缆车路线 往大泳谷去观光 其实这个站我觉得它做得很好 它除了是海贼船的下船处之外呢 它同时就是可以直接搭乘这个缆车 那因为现在刚好是中午的时间 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行程内呢 有留了一个小时 稍微休息一下 到B1这边 其实有一个很漂亮的湖景餐厅 然后它其实还可以直接从窗户 就可以看到海贼船 不管是要吃点心 或者吃一些鲜食 我觉得都非常的漂亮又适合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搭篮车吧 因为我们早餐吃的太饱了 午餐我们就先pass 我们要去吃延长寿命的蛋 好吧 走吧 我们去搭篮车 走吧 大涌谷最有名的就是火山景观啦 然后现在还一直在冒烟 我们去看看吧 等一下还要吃蛋 大涌谷因为地热活动 和壮力的硫磺景观而闻名 观景台上面可以俯瞰整个火山地形 黑蛋是大涌谷必吃的名物 利用温泉水泡煮 据说吃了可以延长七年寿命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用 大家也可以去试试看哦 接下来我们在早云山空中缆车站 换成香根登山缆车 去墙罗公园拿我们的耳环吧 我觉得超漂亮的 好可爱哦 现在呢就是可以把它做成 你自己想要的耳环款式 那它会先给你拿这个Sample 就是它有两种 看你想要选择哪种都可以 那做的时候呢 就是从这整桌都可以任选 然后它的金额都会写在这个小碟子上 做完以后再根据你选的数量去结账就可以了 然后就要开始做了 希望可以做一个很漂亮的 搭配完成了自己亲手做的耳环 好看又有纪念价值 在我们离开香根前 可以到车站旁边的香根知识逛逛 香根的伴手礼都可以在这里买得到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前往连叉 第一站呢就会先是江之岛 行程如下 对我们第一站就是要先去看夜景吃晚餐 其实交通方式非常方便 因为我们用去区APP 它其实都已经帮我们安排好 我就是计划要继续用三日券 有包含在内的交通方法 打小田级的系列列车 直接搭到小田园 再一路换车到江之岛 虽然不是最快最方便的 但是是最省钱的到交通方式 好那我们就要出发前往连叉啦 套上前往连叉的列车 天色渐渐变暗 放完行李后 漫步在夜空之下的江之岛 寂静的神社 无声的巷弄 夜晚的灯塔 欣赏这有别于白天的美 晚上虽然没办法吃到街道小吃 但可以欣赏的夜景 静静享受这个夜晚 最后一天我们选择住在江之岛站的附近 最后一天我们选择住在江之岛站的附近 行李可以寄放在车站内 江之店列车三日券也是可以使用的哦 那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第一站 联仓高校前 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超热门的景点吧 为什么会需要在联仓地区住一个晚上排两天的行程呢 因为如果在这边住一个晚上 就可以跟我们一样在比较早的时间来到这边 其实现在现场的观光客真的还不算很多 拍照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那我们今天行程就会像是这样 那今天就是在第一站啦 我们就先去拍个网美照 走吧 如果大家没办法这么早起 我们推荐另外一个隐藏版的平交道 可以拍到几乎一样的照片哦 接下来我们到了下一个 来联仓一定要拜访的联仓大佛 大佛除了在正面看非常壮观以外 其实在侧面有进入大佛的秘密通道哦 可以看到大佛内部非常多的细节 很难想像在750年以前就有这么精密的技术 这边除了感受联仓大佛的神圣氛围以外 也可以购买一个自己喜欢的御守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联仓 它真的是一个必防的景点 真的是历史悠久的铜像 我觉得是很有纪念价值 也是联仓很代表性的地方哦 记得一定要把这排路行程啦 佛寺外的道路 也有很多小店可以走走逛逛 我们现在在的这家店 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甜点店 里面超绵密的蛋糕 搭配香浓的鲜奶油 吃起来满满的幸福感 是山边很推荐的一家店哦 接下来我们就来吃正餐吧 这家店是位于腰越鱼港的西拉斯鸭 在地人只要想到吃文仔鱼 就会想到腰越鱼港 我原本会以为就是稍微有点鱼腥味的 但是它吃起来非常的爽口 可能鱼的体积很小 所以它是吸满了就是那种大海的咸味 就是鲜的咸味 加在饭上吃味道非常特别 也非常好吃 好那终于来到我们这一次 三日卷行程的最后一站啦 小丁通 它真的是充满了各种美食跟小店 然后非常好逛的街道 我们就是把它放在行程的最后 话不多说 我们就赶快去买我们这次的伴手礼 然后最后在这边补充点热量跟点心 走吧一体去逛逛 漫步在小丁通的街道 可以看到很多精美的手工衣品 和纪念品 所以才想吃东西的时候 也不要错过小丁通的优质餐厅 和小吃店 意外好喝的培茶拿铁 必吃的咖喱面包 完美融合的咖喱跟起司 搭配脆脆的面衣 真的是绝配 感觉就算安排一整天的小丁通 广街行程也完全不会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JR大船站 来的时候呢 已经先买过了成天特快的来回优惠套票 所以回程的时候呢 只要在JR联舱站上车 就可以免费转成到JR大船站 然后再直接搭机场特快 就可以回成天机场 是没有任何额外的费用哦 如果你们是要从联舱回到新宿的话 跟我们一样 有买联舱箱跟三日券的话 就可以免费再搭小田级的列车 免费回到新宿 那当然如果你是要搭特快列车的话 就是要加特快的费用 那我们就等回机场吧 这一次呢 所有的交通内容啊 还有一些相关的资讯 都会放在我们的说明栏 大家都可以进去看看 自己需要的时刻表 或者是交通相关资讯哦 这次呢也要非常感谢 去去APP可以让我们 拍这一次的行程推荐给大家 那我们这次呢 都会把我们所有行程 整理在我们的去去的小书里面 这边会放上QR Code 提供给大家下载 目前我看下来 我觉得它的功能 已经算是非常的齐全 就是除了可以跟朋友 共同编辑之外呢 就是还可以把Google的景点 直接汇入 直接可以看到 帮我安排好的路线 甚至呢 可以一键排序最好的行程 因为总是不知道要怎么排怎么顺 或者是怎么走 交通会比较顺 四季最难问题 就丢给去去APP就可以啦 10月31号前啊 成为去去APP的会员的话 还可以抽大把来回机票 跟红系诺雅的住宿哦 超级划算 就是免钱直接送你出去玩 那我们话不多说 今天就谢谢大家看到这边 那记得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 再见